今天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回这个判决书来看, 全文119页 我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逐句读给大家听, 可能大家可以详细读得很好, 我这篇判决书写得很好 它有一个责要的, 责要不能取代证文, 责要给大家看, 容易给大家明白, 香港叫课程 Sillabus 基本上就是将这个责要, 基本上很清晰地说出来, 指出在今年的4月25日开始进入了程序 即是开始法院受理, 一直直到7月1日, Decided, 你可以找回Number 23-939判决, 就是这个判决 是Trump vs. United States, 这个就是说, 我就开始讲了8页给大家听, 给大家一个基本的印象 可能下面我讲到这些,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原文是英文, 没有中文翻译的, 因为美国怎样是中文翻译 那么他就说, 根据这个权力分立的原则, 总统的权力的性质是给到一个前总统 一个绝对的豁免权, 免受刑事的起诉 在他最结论性, 和这个是conclusive and preclusive, 就是刚刚讲的两个原因, 一个核心, 一个是推定的, 这个是 在宪政的责任之下, 他有绝对的豁免权的, OK? 那, Official Act, OK? 但对于这个, Unofficial Act, 就是非公务行为, 是没有豁免权的, OK? 那么对于其他的所有的公务行为, 是至少有推定的豁免权, 这个就是判决的主文, 就是说这件事了 那么他就说, 这个是美国历史上, 对于前总统, 在他任来的一些刑事的追诉的第一个案例 他决定是否, 和在什么情况之下, 这个起诉可以继续进行呢? 是需要对于总统在宪政上, 宪法上的, 权力的范围, 有很小心的研判 那么这个权力的性质是需要, 就是指出是一个前总统, 是在对于这个, 在他任来的某一些刑事的起诉呢? 是有, 有些地方是有这个豁免权的 刚刚说, 有些地方就是official 是有豁免权, Unofficial 是没有豁免权的 那么, 至少对于他行使核心, 宪政权力, 这种豁免权, 必须是要绝对的 至于他其他的公务行为, 他至少要有推定的豁免权 那么, 他讲出了, 宪法本文的第二条, 讲到的行政权力, 是涉及到总统 总统呢, 是有责任呢, 是有不受挑战的重量和宽度 即是他深度和宽度, 他有unrivaled gravity and breath 那么他这个权力呢, 是必须要是, 涉及到呢, 是由这个 国会, 或者是由这个, 宪法呢, 所赋予的一定的权力 因为都是根据宪法来处理, 在宪法本身来说呢, 宪法赋予的权力本身来说呢, 总统的权力 有时候是conclusive and preclusive conclusive就是终局性 conclusive就是终局性, final, conclusive and preclusive 基本上就是 preclusive, 是全面的 当总统去行使这些权力的时候呢, 国会是不能够干预, 法院亦都不能够去审查 总统的行为, 那么就是说呢, 国会是不得去将总统任内的行为去刑事化 OK, 那么, 不是所有总统的公务行为呢, 都是叫conclusive and preclusive的 即不是这个conclusive and preclusive, 这个核心之外的地方呢 我们就叫做呢, 他是有一些地方, 在他的这个行为里面呢, 只要他不会涉及到 他要和国会分享权力, 那么基本上他会享有这个绝对的豁免权的 那要确定在这个背景之下, 总统有没有豁免权呢? 所以呢, 法院需要首先看回这个, 这个宪法的起草者呢, 究竟是他设计这个总统在权力分立 和对于这个总统豁免的一个情况里面呢, 是怎样去设计的 那么, 他会认为Famous呢, 就是当时候这帮宪法的起草者, 是设计到总统这个职位呢, 这个很重要了 to provide for a vigorous and energetic executive 是一个非常有活力, 充满能量的一个行政的一个重要的首领 是一个 vigorous, 他的活力, 很活潑, 而且是 energetic 的首领 就是说呢, 他可以很聪明, 以听八方, 眼观四面, 能够呢, 很敏锐地作出他的行动 是基于他的能力, 他的常识, 他各方面的敏锐的触觉, 去做做事的 不是一个呢, 麦大哥只有个孔那些人的做事的方式 就是说呢, 怎样敏锐地任是 那么他们是给到这个总统呢 supervisory and policy responsibilities of utmost discretion and sensitivity 就是说呢, 在这个监督与及政策的责任方面呢 是有绝对的, 最大的, 应该是最大的, 这个财量权, 和这个敏感度 这个是Nixon vs. Visk-Gerard 的案子 这个是利克逊时代的案子 那么, 知道这个, 如果这个总统, 他的能量 常常常都会常常都要介意一些独特的风险的话呢 就会使到他自己 会unduly cautious in the discharge of his official duties 就会非常不正当地, 谨小慎微于他处理他公务的责任 法庭呢, 是承认总统的豁免权, 和他的特权呢 是深深藉根在, 宪政的传统里面的, 权力分落 以及呢, 在宪政的历史上, 都有根据的 他刚刚讲过Nixon vs. Visk-Gerard 的案子里面 法庭呢, 例如在那个案子里面 法庭呢, 形成的结论就是, 一个前总统 是有绝对豁免权 是绝对豁免权, 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用语就是, Damages Liability for acts within the outer parameter of his official responsibility 就是一些关于, 在他的公务责任里面的外言 即是外面的圆周, 即是这个外面的范围, 最外的范围里面 他任何对于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 Damages Liability, 损害赔偿责任 那么这个法庭的最重要的关注呢 是要避免呢, 总统分审 他注, 即是说呢, 在他做决策过程中呢 被一些毫无必要的一些担忧呢, 所冲垮 OK, 所以这一点是他们要做 同时他引用Clinton vs. Jones 的Case 去做这个垫底 他说呢, 相反来说, 当这个控方 即是检控官, 他要寻找证据呢 由总统寻找证据的时候呢 法庭呢, 是一致, 事常一直这样去排除了 总统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 绝对决免权的一些请求的 那么, 比如说是关于以前的一个副总统 就是Aaron Burr, 当时候的这个Treson 叛国的审判呢 当年的Justice Marshall 马歇尔法官呢, 就是拒绝了当时的第三名总统 应该是Thomas Jefferson 去这个claim 就是说总统呢, 不可以呢, 去接受这个人身保护令 那Marshall 同时承认呢, 当有一个特权 with all certain official papers 有些公务文件, 他有特权继续去拥有的时候呢 这个依然是保持着这个 人身保护令, 是被这个拿出来的时候 大家看到在尼克逊的时期 那法院也是拒绝他claims absolute privilege 绝对的特权, 这个是不允许的 United States versus Nixon 那但是同时又承认呢 就是说是 出于公共的利益呢 总统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坦诚的, 客观的 甚至没有一些尖刻 或者很严峻的一些意见呢 是可以有的 那也都是呢 是有个推定的特权呢 去保障总统的 与别人的通讯的内容 那因为这个特权呢 是关系到呢 总统权力有效的行驶 法庭呢 就视之为呢 对于 政府运作 是基本的 而且是深深藉根在 美国宪法里面 权力分立的制度里面 同时 法庭也觉得呢 对于总统 是刑事去控诉他 任何的公务行为的话呢 是毫无疑问 是产生一个呢 非常大的风险 和威胁 是侵入到 侵害到总统的权力 以及行政机关的功能 这个风险呢 是大于呢 法庭去承认 这个总统 在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里面的 绝对豁免权 那是担心呢 总统是会 被寒蟬效应冲击 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个呢 Bold and unhesitating action 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首长 他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呢 勇敢 而且毫不犹豫的一个行动的 那么 儘管呢 总统呢 可能会 对于这个 就是 总统事实上 对刑事 被人追溯的机会呢 比民事机会少 但是呢 一个审判 判决 和监禁的风险呢 是会 多于 就是说呢 民事赔偿里面呢 所产生的损害赔偿的一个阻吓力的 那这种 不敢于任时的犹疑呢 是会是相当有损害性 导致总统 去做决定的时候呢 是会 在一个 Appault of potential prosecution 就是担心潜在的 检控的地方之后做决定 而产生unique risk to the effective functioning of government 对于 有效去执行政府 去使有效政府运作 产生独特的风险 但这个也是一个 很 重要的一个公共利益 是要有一个公平 而有效的 执法 要去做的 所以那个 要去判施 official 和 unofficial 这一点呢 就是他参考很多样东西的时候 去决定 认为呢 总统至少 是一些非核心 不是conclusive and preclusive 的公务行为 即是外言的公务行为呢 有一个presumptive immunity 即是推定的 容许用反证推翻的 一个 决免权 免受刑事追溯 而是 within the outer perimeter of its official responsibility 这种这样的 决免权呢 是需要去确保 行政首长的独立性 和有效运作 这个是最重要的 而能够使得 总统能够 浅行 实践 他的宪政责任 而不需要有不正当的界怀 和这个警惕 至少呢 总统必需要 是这个 被控诉公务行为的时候呢 要被刑事 豁免起诉 除非政府能够显示到 举政权 政府能够显示到 做这个 刑事禁止这个行为呢 不会去侵犯到 有危险 有任何的 可疑之处 去侵犯到 总统的权力 和他的功能 即举政责任 要在控方 即政府本身 至于总统的 非公务行为 当然是没有 豁免权的 OK 虽然总统是有 对于公务行为 有豁免权 但是呢 对于非公务行为 是没有 豁免权的 这个 这个 权力分立 绝对 不会阻止 对于总统 非公务行为 的刑事 起诉 OK 接着呢 他说这个 很重要的 是要涉及到 如何去定义 究竟什么是公务行为 什么是非公务行为 他说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法庭 是可以作出这个 公务与非公务的一种 划分 所以现在的法院 就需要很 mindful 去作出这个 划分 那么这个划分 他认为 法庭 是不可以 成为 这个 第一个去看 这个问题的法庭 所以 应该联邦最高法院 是必须要是一个 court of final review not first review OK 这个很重要 今天引用这个 Tivoltowski vs. Clinton 的case 他说出这一点 他说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门栏 就是 如何去区别 总统的公务 以及非公务的行为 以及如何去 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这么广泛 和详细的 控方的指控之下 去判断哪些公务 和非公务行为 这个法庭 就是给出几点指引 给各级法院 去做参考 如何去做 首先 当总统的行为 是根据宪法 以及法条 法律的授权 法律的权力 去这样做 基本上是毫无疑问 不容置疑 他是有决免权的 OK 那 当然 是因为总统有很大的 财量的责任 他要决定 他要决定 他要决定如何做事 所以这件事是很难 去确定 究竟他这么多的功能里面 是不是真的 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执行 这个宪政 以及法条的责任 那么法院的这个 能够承认的豁免权 是延伸到 总统公务责任的 外言 Ultre Perimeter OK 去覆盖到 任何的这些 公务的行为 就是说 as long as they are not manifestly or probably beyond his authority 只要他不是显然 不在他的权力范围内 都会有决免权 OK 如何去区分一个 公务 以及非公务的行为 法院是不可以去 问到总统的动机 我再说一次 去区分公务 或者非公务的行为 法庭是不得 询问 总统的动机 这个这么严厉的 这么有入侵性的 干预性的一种 询问 是会使到这个 风险是存在 而使到 法庭要去审查 这个情况是不得 即是不得要令的 而 法庭也都 不会 视一个行为 为非公务 单纯是因为 它违反着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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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行为 去违法 于是 或者它说 被声称违法 于是 将这个行为 视为非公务行为 这个很重要 即是法庭 不会因为 这个行为 是违法 所以等于 这个非公务行为 否则总统 在判决里面 就是会使到 他要接受审判 在每一个主张 他的行为 非法的时候 都要接受审判 即是 我说你违法 我说你违法 你要受审判 我说你违法 你受审判 这个不行 这个会剥夺了 它原有的 豁免权 原有的用意 法医安很清楚 以上述的原则 为这个续心 法庭是 现在说到 关于被起诉的行为 本身 某一些的主张 例如说到 川普和 这个 Acting Attorney General 就是 这个处理 这个 律政司 就是处理的 这个检察总长 的讨论 就是说 应该被定义为 是总统公务 关系 和他另一位公务员的一个 另一个公职人员的一个公务关系 这个就是第一件事 其他的allegations 包括了 川普和川普 涉及到 他关于 副总统的一些 互动关系 和一些 州的官员的关系 和一些 私人团体的关系 和他如何对公众去评价 1月6日事件的关系 这些就是 present more difficult questions 这些会更加多的一些 困难的问题 那么 第一呢 就是这个是 起诉里面 声称 就是说 总统是有阴谋 去推翻 2020年的选举的结果 川普和那班所谓的合谋者 就是说他们合谋 去这个 利用司法部的权力 去说服某一些州 去取代他们 合法当选的一些选举人 是用川普一些 虚假的一些选举人去塞进去 那么根据这个这样的 控诉的事实 先不论真假 这个控诉事实 特朗普是见过这个处理 检控总长 和其他司法部和白宫的官员 去讨论 去调查 这个选举舞弊 还有 给了封信 给这个司法部 就是司法部的信 给了一些其他的州 是关于这个司法诈骗 选举诈骗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控罪 就再次声称 就是当这个处理 这个检察总长 拒绝侵侵的要求的时候 侵侵屡次要挟 去要取代 就是替换这个检察总长 这个政府没有争议到 这个控罪本身 涉及到侵侵行使公务权力的 这个不争的事实 而这个政府的控罪 事实上是单纯 是暗示中侵侵的conclusive 是最终的和preclusive 就是排他性的权力 行政机关是有排他性的权力 和绝对的财量权 去决定 去决定 什么犯罪 是需要调查 和起诉的 包括 对于选举犯罪 亦然 而总统去管理这个行政部门 需要总统本身 是有不受限制的权力 去炒任何里面的官员 包括检控总长在内 OK 而这个控罪本身 涉及到的这个调查 可能是虚假的 或者是被提出来 是用了一个不正当的用途 去使到总统的排他性的权力 去被这个司法部门的一些调查 及起诉的一些功能 去侵吞的 去这个冲垮的 那因为总统不能够去起诉 不能够因为他的排他性的 的宪证权力被起诉 所以川普是绝对被 他们刚刚说的这些原则 是豁免起诉 关于他和司法部官员之间的沟通的 第二点就是 另一点就是质疑侵侵 就是和他一些合谋者 试图推翻 试图利用这个副总统 在他1月6日的就职典礼的表现 推翻一个选业结果 特别是这个指控指出 若干的对话是侵侵去施压给彭斯 即是副总统去拒绝州正当选出来的 选举人的票 而要求他们send back 即是去退回每个州的立法机关 去重新审验 当总统和副总统讨论他们的公务权责任的时候 他们也是从事公务行为 总统和副总统讨论的时候 他说这个是从事公务行为 法庭写得很清楚了 那就是 他认为副总统是涉及到1月6日的certification 认证国会的人员 他们的count的话是献证的行为 那么这个起诉的主张 就是说特朗普试图施压给彭斯副总统 去采出特定的行动 去阻止这个所谓的认证的行为 而特朗普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 presumptively 是假定有这个豁免权 是不会受这个刑事的追溯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 是否这个假定是可以被反驳 即是被反正推翻 这个是政府负有举证责任去推翻这个假定的 这个就是政府要说什么 就是控方说什么 而法庭因此是将全部分 是发还给区域法院 美国的区域法院去判断 在以第一审来判断 是否这个控诉 涉及到这个侵侵 即是影响彭斯的 不要再理认证这件事 是否有任何对于行政首长 权力与功能的侵害的危险 这个就是交给各地判断 但我相信如果全案在上述到三审 我相信这个presumption很难被推翻 即是这种假定很难被推翻 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控罪涉及到 川普是和其他行政部门的人士去沟通 包括州的官员 私人的团体和一般的群众 特别是这个控罪主张 川普和他的合谋者 试图去说服某些州官员 就说这个是选举舞弊 已经是很严重了 那就是说 这个川普支持他们的敌队阵营的一些 选举人票应该被替换为支持川普 那么在川普无法去说服这些官员 去改变他们州的程序的时候 川普和他们的合谋者 是试图 即是被声称 是发展和去推动一个计划 去提出了一堆的总统选举人 是一个完全虚假的一些人士 去试图阻止这个国会的认证程序 那么在川普的观点来说 这些被声称的行为是视为一个公务 因为他是总统用来确保这个联邦选举 执行的正当性和正结性 就是那个完全正当性可言 而控方就认为 川普不可能看到任何一些有说服力的权力的来源 使得总统有能力 使得他有权利去采取上面的行动 那么究竟谁是对谁是谁非 是需要一个fact specific analysis 以事实为基础的分析 是需要涉及控方一个长进 和互相关联的一些声称之间的一种 证据的链链链出来 因此联邦最高法院 将这个部分发回给区域法院去重审 以他们的第一审重新决定 究竟侵侵的行为是否涉及到公务或非公务 因为里面牵涉的东西太多了 第四件事就是说 这个控罪也包括到 有很多的声称 指出侵侵的行为 是关于1月6日那件事 暴动那件事 所谓国会山庄暴动案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侵侵 和很多用推文 和一个public address的方式 去推很多的沟通 的通讯给全世界 总统也都是 有extra ordinary power 超凡的权力 去和他们的国民去讲话 这个Trump vs Havai的case 有讲到 所以很多总统的公开通讯 很有可能 are likely are likely to fall comfortably within the outer perimeter of his official responsibilities 是很有可能 就符合了 这个公务责任的外言 即是基本上的公务行为 那可能有些特定的一些context 就是总统呢 是用一个非公务的一种身份来说 譬如说 只是以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来说 或者是以党领袖的身份来说 那这个很特别的情况 那需要由控方指出来的 那如果这个情况的话呢 我们需要客观分析 他们的内容 他们的形式 他们的脈絡 即是他们的背景 那一定要搞清楚的 那他引用的 Snyder vs Phelps 那是否这些通讯呢 是涉及到公务行为 就要视乎 它的内容 和每一个地方的背景 那这个一定是fact bound 是事实为基础的分析呢 是不可缺少 而由区域法院呢 去做第一审去处理的 联邦最高法院 因此将这个部分呢 区域法院去决定 以第一审决定 那是否公务 还是非公务呢 那他说 总统再重复一次 那 不可以因为呢 他是 即是他因为他有豁免的事情 是不可以被起诉的 也都不可以被定罪的 在法盘重审的时候呢 区域法院必须小心分析 这些这样的控罪 去看清楚呢 究竟是不是呢 总统真的被豁免起诉 而各方和区域法院 必须确保 有充足的指控 是支持控罪里面 所有的控罪 OK 而 这句话很重要了 总统或者他们的advices 他们的一些顾问 他们的私人记录 或者他们之间的言论 不得作为審判的证据 OK 不得作为審判的证据 接着他就说到 特朗普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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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也不采入这个态度 这个我两段略过 我直接跳到最后一段 这个案件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全联邦最高法院都留一手 When may a former president be prosecuted For official acts taken during his presidency 这个就是一个有非常长远意义的问题 一个前总统是什么时候 才可以为他在总统的公务行为被检控呢 OK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像其他政治的部门 或者是大众来说 联邦最高法院不能去排他性地说死这件事 或者说在现在的那么多的复杂环境之下 作出永远的答案 即是联邦法院的法官在这个案件里面 虽然6比3 但没有说死话 在一个这样的判决之下 前总统是不是对于他在任内所有公务行为 都绝对不能被起诉的 现在只是建武下部 换言之 他容许持续发展的权力分立的原则 可能在未来会有改变 而这件事的话 不形成俱促未来联邦最高法院 对这件事的不同的判断 但未有新的判决之前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律和宪政 要搞清楚 而总统是享有对于公务行为豁免权 但对于非公务行为没有豁免权的 因此并不是什么总统做的事都叫做公务行为 总统并不在法律之上 The president is not above the law 但在我们的分权制度之下 总统不得是因为他行使核心的宪政权力 去被起诉 而他有权至少享有到他全面的公务行为 都有推定的豁免权 这个豁免权是同样适用于 所有在总统府 即over office 椭圆形办公室 即白宫里面所有的总统 历任总统都是如此 不是针对个别的党派人士 赞成这个判决 最后讲的是 John Roberts 他是写这个判决书的主文的人 Justice John Roberts 另外Thomas Alito Gorshut和Kawanna 他们这几个人都是保守派的法官 都是参与其中 另外Barrett 也都参与其中 尤其部分参与其中 Thomas 就是基本上有个协同的协同意见书 就是说结论同意 但可能理由方面有少少不同 所以这篇119个文件 有这些协同意见书 所以我数了 Robert Alito Gorshut Kawanna 接着Barratt Thomas 这六个人是认为侵侵赏数的 认为侵侵不赏数的 基本上 Barratt也都在讲协同意见书 Thomas和Barratt各自有协同意见书 Barratt的部分协同意见书 Thomas是叫做协同意见 另外有三位的人士 就是自由派的法官 他们都是不同意见书 Descenting opinion 就是侵侵败数 然后写出他们自己的心迹 但当然 判决结论就不是 count他们的 但他们通常联邦最高法院 都有不同意见书 附在判决之中 Sotho Meyer Barratt和Kargan和Jackson 都是有一份合并的一份不同意见书 另外刚刚讲的Jackson 自己单独写一份不同意见书 基本上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刚刚这个syllabus就讲得很清楚了 我想即使你看些美国媒体 都没有我讲得这样 逐字翻译给大家听 所以我讲得有点嘎嘎嘎嘎 不好意思这一次我没有很清心直说 我每个字翻译给大家听 我怕漏了重点 没有挖重点给大家听 但希望通过这个不厌其烦 听完我所有的这个讲法之后 明白到现在的问题出在哪 所以我支持这个判决 美国宪政没有失堕 美国的法律法治没有因为这个判决而折堕 我们看得到正在导向正轨的过程中 我希望顺风顺水 我想现在未来清除了这个障碍之后 更多的好事会自然来 希望这个侵侵能够如愿以上当选 而在这个地方自然出更大的抗中的力量 这个我们最希望达成 我们下次再见